演绎这条路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偶像包袱 凭什么 当时我刚刚录制 那个天天下上的时候 就是跟我们一起组合的 这个天天兄弟里面呢 有一个人叫欧蒂 他在台上呢 一直就是唱唱跳跳 然后哎呦 天呐 其实我也很想表现 但是都是被他 后来呢 后来你就想办法 把他弄走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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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欧蒂总是因为你 到来呢 我就说我就心态不平衡嘛 有一次我就悄悄的 趁欧蒂在台上这个彩排的时候 我就跑过去跟 其实你知道吗 我也会唱歌也会跳舞 但是我没明说啊 就是意思说是多给我点机会呗 然后对我微微一笑 哈哈 然后之后回到舞台上面 这个情况依然没有改变 哈哈哈哈 但是 这并不重要 现在谁还站在天天上的舞台上 你你放出这种话 什么鬼 前锋 你都疯了吗 前锋 哇 天呐 前锋 我的天呐 哎 这是你们说我把他挤走的 没有 我们什么话都没说 我们只是在听 这个我有发言权 这个我有发言权 你们俩一起 你明白了吗 因为天天向上最早有十个主持人 被你们俩下毒 我也走了 哈哈 哈哈 哦对你也走了 哈哈 哦对你也走了 我忘了 哈哈 哈哈 好丢人啊 前锋哥 那你火星想让谁走 哈哈 没错 别这样 锋哥 锋哥 如果必须要让一个走 你选一个 请问 谁 谁 哎哎哎哎 刚刚干嘛都指着我 我心里面 已经有答案了 已经有答案了 谁 天呐 他真的会说 妈呀 他真的会说 快快快 他真的是这种病 你很有可能第一期上来 这期就没有了 没有下一期了 我虽然刚来 但我也不至于吧 我没惹过你 哈哈哈哈 说一个 没关系 必须要说一个 我走 哎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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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门 还算是聪明的 但是他跟他好大胆啊 哎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其他几位啊 都 让人觉得 有一点可惜 但是前锋留下来 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对 对 我们观众也这样觉得啊 我现在唯一敢做的 就是 小心翼翼的呆在他的身边 啊 没有 从来都是我小心翼翼呆在韩哥身边 不不不不不不 我现在根本就不敢思考 啊 而且你还喜欢雪狐 你们两个都是一类的 哇 怪不得铁打的雪狐 雪狐 从第一季开始到现在 这边不断的换 雪狐站在这边即算话不多 而且最可怕的是他连一个梗都没抛过 前锋哥来随便夹随便夹 来夹夹夹随便胖随便来 好了好了好了 什么呀 所以大家接下来的节目啊 心知肚饼 OK 好不好 哎那后面不用录了 本期最佳特工 刘维 我们俩不合体是斗不过他们的 我们要合体 合体 我们也合体 哎哎哎哎哎 你们俩在干什么 合体了 合体了 你们俩给我装一个看看 你不要害我了海涛恨死我 你还能 我觉得我身边也遇到过一个 我有一天公司给我招了一个助理 然后长得特别帅 然后他每次出门都戴墨镜 戴口罩 然后一上通告人家都把他当成我 可能是为了我好 我心里又不好意思讲 我觉得是一种嫉妒 但我是嫉妒 我觉得不能这样的事了 他这样就太侵占我的光芒了 然后后来我们去KTV 然后一唱歌 然后按道理是不是我是歌手 我一唱歌就敬为天人了 结果人家唱的比我还好 我那公司要你干啥呢 他都没出道呀 后来他出道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是谁 重点是 是 谁 不吼 我也当过实习生啊 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是90年代初 拍片子第一次外出 我们那时候老师都叫了 这你要当实习生 一定要眼睛里有活 扛这个非常非常重的那个摄像机的 那个三脚架 老师放在哪个地方 你要问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地方 我说老师为什么那个三脚架放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里有侧光有逆光 这里还有一束顶光 你看这个山的轮廓是不是出来 所以处处留心皆学问 晚上回到房间之后 跟老师住一个房间 老师很辛苦啊 袜子一脱往那一放 就进去卫生间 一看天哪 袜子丢在那了 那不帮老师把袜子洗掉啊 哇塞真的假的 眼睛里要有活 你是我问了 老师袜子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老师光着出来说 因为这里有顶光 这里有逆光 老师应该说 你看这里开了窗户比较通风 你闻不到臭味 你要知道 实习老师的一句话 90年代 对你那个实习报告上 对你的分配 很重要的 袜子往这里一丢 我心想机会来了 把袜子洗干净 晾在他看得见的这个床头 老师想 这小孩太聪明了 人里有活 但是没有水啊 而且仔细一看 破了一个洞 哎那他 那他有没有出来的时候 挖一下 然后这边 哈哈哈哈 哎呀 怎么办 想一抹口袋 一看口袋里有钱 赶快小卖部去买 买一双干净的棉袜 棉袜五块钱 口袋里只有两块 哎呦怎么办 买了一双肉丝长袜 哈哈哈哈 老师第二天早上 还这样这样捲 这样捲 哈哈哈哈 放在老师的床头 我的天哪 夫人当天晚上来探班 大吵架 我就下楼去回了一个呼机 那时候还有呼机 刚上来听到里面 老师跟他的老婆打起来了 哈哈哈哈 谁的肉丝袜 还放在床头 啊 啊 啊 我之前也在电视台实习过 算是关系户 关系户 我的关系非常的不硬 啊 是那个总监的老婆和我妈 有一腿 呸 哈哈 天哪 剧场 哎这怎么呢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要听清楚 总监的老婆跟他妈妈 是好姐妹 啊 没有 是打过麻将 排搭子 对 排搭子 我妈就敢介绍我去那边上班 哎 那有可能你妈放了她很多泡 对 下面就低牌换牌 她妈妈出门 这边四个红中 这边四个发财 都是常好的 哈哈 我妈打麻将从来不偷牌 我妈都是这么多年 白瘦起家 哈哈哈哈 但是呢 我发现在那边 如果你是以这种方式进去 你永远没有转正的机会 非常 你站起来讲 因为你个子不够高嘛 对 但是我的老师呢 又希望我帮他干活 他每天都会给我说句话 下个星期就要转正咯 加油 三个月过去了 到现在没转正 很痛苦 但也不知道何去何从 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看到有个文件夹里面 写着是 他们的工资单 哎呦 哇 当时有一个四十多岁的 那个编导 他那个月的工资 是七千多块钱 哪一年 大概是六年前 这么高 但是呢 我也不能满足 因为我金牛座 我特别贪财 看不见未来不可怕 看得见未来才可怕 呦 我一下就想到 哎 四十多岁